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特發事件 Telegram社交通訊平台的軟件 他的創辦人就在法國被拘捕 法國控告他什麼罪? 法國控告他放任平台被人搞詐騙 甚至是放任平台被人洗黑錢等等 其實拘捕這些罪好像很嚴重 但大家想心一層 Facebook Whatsapp Instagram 不一樣是放任人家去犯法 但是為什麼 你法國不拘捕他 好了好了好了 Internet 互聯網 發明互聯網那個人 沒有令互聯網成為一個安全的地方 放任人在互聯網 犯下很多很多很多 罪案 那是不是應該又要拘捕他 發明電腦的人 他又沒有好好的 令到電腦整個器材設備等等 不成為 一些 辦法的平台 那是不是應該又要拘捕發明電腦的人呢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大把人可以拘捕 發明錢幣的人都要拘捕 是不是 那麼 那怎麼辦 那不是要拘捕嗎 究竟誰拘捕他呢 做什麼拘捕他呢 他為什麼會被拘捕 怎樣又被拘捕呢 我們稍後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請按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這件事其實就是在今早早的時候 就是揚了出來的 就是Telegram的其中一個創辦人 兼他們的行政總裁 被指控縱容罪犯利用Telegram這個平台 騙人去行騙 因為這個平台的創辦人是一位俄羅斯人士 他就罵法國就是獨裁 因為其實真的 你解釋不了 為什麼你只拘捕他一個 有大把不同網上平台 那些平台都是沒有 一個很好的手段去阻止騙子行騙犯法等等 甚至騙人 你沒有做到這些事情 為什麼又不拘捕 只拘捕Telegram 當然大家知道 大家明白 這些只是明目 為什麼是明目 因為 他們有一些 民主自由的鬥士 是利用Telegram這個平台 去 做民主自由的 工作 組織 示威行動 然後令到法國有幾頭痕的事件發生 所以法國其實是很不喜歡Telegram這個平台 所以就借以炸加伊拉軌了平台的CEO 這樣也可以 這個 即時通訊軟件 Telegram 俄羅斯籍行政總裁 他在 8月24日 巴黎時間 被巴黎的警方拘捕了 大約是8月25日的時間 法國媒體也在今天8月25日才更新 被拘捕的 最新的資訊等等 因為在昨天晚上 即是法國的晚上的時候 有傳這個人就被捕了 很年輕 嚴陣以待去拘捕他 法國媒體 在今天25日的報導就說 剛剛新事關伊拉 有一個官員說 39歲的 法俄籍 的 億萬富翁 Telegram的行政總裁 在24日晚上 還要是幾晚的時候 在巴黎的 勒布爾血機場 被捕了 他預計在今天稍後的時間 就過堂 出庭受審 那麼快就出庭受審 直接扔他上去? 你其實是否想打成招呢? 其實我覺得有點快 一拉 等不夠24小時 然後你就要直接去審理他 他有沒有時間請他施 其實 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家人 其實 為什麼你用英國那套方法 但是 理論上 在 行普通法的地方 應該是要 你可以落案 你可以起訴 但是你應該要排期 然後就被他請律師 然後他就可以怎樣 跟法官說 過堂之後要怎樣 你現在不是過堂 是直接 審理 嘩 你也很廣 你其實為甚麼呢? 法國 這個Telegram的創意人 是甚麼人 他是一個俄羅斯人 在俄羅斯出生 是Telegram和俄羅斯的一個 很活躍的社交媒體的創意人 他在2014年的時候 他就離開了俄羅斯 並且在2018年的時候 他就獲得了法國公民的身份 但同一時間 他不單止是俄羅斯 和法國籍的人士 他同一時間還有很多不同的國籍 包括 中東一些富豪國家 有錢國家的國籍 例如 阿聯酋 這個地方 而Telegram 這東西的總部在哪裏 是否受俄羅斯控制呢 其實不是 Telegram的總部 在迪拜 或者叫做杜拜 所以其實這個Telegram 是一個甚麼軟件呢 其實 是一些中東有錢人 或者一些權力 中東權力是深的人 的寵兒 他們和這件事都脫不開關係 不過 當然 你法國拘捕你當然不敢拘捕 這群中東富豪 這群中東富豪實在掌握太多美麥 所以他不會拘捕 唯一一件事 就是看到有創辦人在這裏 行政總裁在這裏 就拘捕了他 Telegram其實 在俄羅斯和在華爾蘭 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僅次於Facebook YouTube Whatsapp Instagram 還有TikTok等等的社交媒體平台的一些主要 社交平台 之一 他之前定下了的目標就是希望在2025年之前 全球用戶的用戶量 達到10億 或以上 當然我們中國還有很多 微信、微博等等 都是一些非常之大而且有力的 社交平台 對吧 但是 你說 如果 說 詐騙 說一些犯法 犯罪的東西的話 其實 Facebook YouTube Whatsapp Instagram 這幾個 平台 其實 他們 犯法犯罪 都是犯得非常之多下 真的 YouTube 是不是有些影片 有些人是說 找Masir 投資 等等 上課程 付錢給他投資 這些 有很多人是被騙 被勝 那麼 YouTube 有沒有 力了 利用這個平台的方法 不見得 Whatsap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經常被拘捕那些什麼投資群組 拉進去之後就說 XX博士就是投資那些很厲害的 我跟著他就賺了很多錢 瑞士餐區廢 很漂亮的 我都賺夠了 給你賺一下 Whatsapp OK Instagram又是一樣 哪裏哪裏有很多 賭場 等等 網上賭場 然後 這個網上賭場很好用 很好玩 入錢下去很快可以賺錢出來 但是 好像從來都沒聽過人家可以賺錢出來 Facebook 連我們 一些 名流富商 達官貴人 都被Facebook 還有Google 找人募認 他們 拿了他們的照片出來 說哪個才爺 憑了這件事就發達了 還要做到 才爺這個位置 實現財富自由 這樣 哪個哪個退休高官 名流生死 怎麽有錢 就是因為 這個 財富自由 怎樣做 就可以實現到財富自由 Facebook Google 你不抓這些人 有 法國 當然 他怕 因為這些人是美國人 拉了他的話 美國的核彈可能會對著他 或者美國軍備會對著他 OK 所以他就不抓 但是俄羅斯 既然已經吞了牌 就抓了 是不是 所以 這個世界真的很沒有天理 但這個世界現在現運的東西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加多的天理 但是 現時你看 有美國在這裡的地方 這個世界就不會太和平 也沒有什麼天理 路透社就說 在25日 今天的時候引述法國電視台 TF1 的報導 就說 這個Telegram的行政總裁 在24日就坐私人飛機 就從阿塞拜疆出發 在巴黎那裏被捕了 報道就說 之前其實法國警方已經對他 發了一個通緝令 對他展開一些初步的調查 有消息人士就告訴法國媒體 這個創辦人就說 被告是 涉嫌未能採取行動 不押制不法分子利用他的平台 去行騙 做犯法的事情 包括寫錢等等的東西 但是 那些不法分子不斷轉帳 你真的 採取不了什麼合法 或者是 很好用的行動 如果可以的話 Facebook那些一旦就得了 有個調查員也說 Telegram 有罪不罰的情況也有很多 有人就說 他明知道自己是被法國 通緝了 還來巴黎 令法國警方感到非常驚訝 而Telegram和法國當局 沒有回應這件事 其實自己是否知道自己被通緝 當然他有那麼多個有理萬機 你不是那些 我們國安法通緝的那些 無所事事的人 有理萬機 他知不知道自己被通緝 又有沒有 被通緝 又有沒有全球的報章 寫的 如果沒有 大哥 你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他告訴你 你被通緝 事實上 以前是否已經被通緝 真的不知道 OK 老兔寫說 在2022年2月份 俄烏戰士爆發之後 Telegram 成為了雙方有關戰爭和政治的主要內容的來源 但是 這個平台 沒有過濾過這些內容 有些圖文的訊息 是有誤導性的 WhatsApp每天都在做 Facebook YouTube Google 每天都在做 不實訊息 是不是 我們2019年 反收入暴動的時候 就是 這些不實訊息充斥著各大社交平台 結果令到香港爆炸 真的爆炸 這些東西 原來可以這樣 拉歸了一些人 那些社交媒體的創辦人 你們要看路 你們到處去的話 可能被人拘捕 但問題又來了 你們不到處去的話 也可能會被拘捕 你看美國 美國隨時可以用這些名目 拉歸了你也可以 真的 這個創辦人 他有多少身家 他有1200億 1200多億 港幣 保守股 OK 他曾經說過 有一些國家政府曾經向他試圖施壓 希望他去幫助那些國家政府 但是他認為他的平台應該要保持中立 不應該成為地緣政治的參加者 他們怎樣利用這個平台 我們還是不理那麼多 他用 但我不會偏偏一邊 有錯嗎 沒有 但對於某些國家來說 他沒有錯嗎 又不是 所以他就被拘捕了 俄羅斯駐法國大使館告訴俄塔社 這個創辦人被捕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大使館是不能跟他的團隊聯絡 亦沒有跟他的團隊聯絡 獨裁行為 你有什麼理由 拘捕一個 俄羅斯人 但其實 你說他 犯了的罪行 美國一大堆人犯 而你不拘捕 這樣 公平嗎 當然跟洋人說公平 其實 都真的說不上 因為洋人 是絕對 只是對自己公平 不知大家怎樣看 歡迎大家下方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藝新事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